事实上第一样,整件事我们反而看成, 我真的去过恒大一期,我發觉很多收了楼, 我见到恒大一期很多枪黏了纸仔, 黏了黄纸仔,即是农于告示铁, 说要收拾这裡收拾那裡, 亦很多业主出没,即是说恒大一期 其实很多人已上了会,甚至收了铰匙, 即是说现在我相信影响户数不太多, 可能少于200户甚至少于100户, 可能未做好按揭,或者未来第二期 准备下个月收楼,会否有风险呢? 整件事其实现在香港机构,包括金融机构, 包括主要金融机构,就是做风险管理, 第一他们见到恒大有机会出现债务违约, 这是第一个问题,债务违约可能对整件事 都有一个管理方法,就是恒大明知自己 在几时几年几月要还多少钱的外债, 他一早就丢价卖自己的楼盘, 不是在香港而在大陆,是六折好五折好买楼盘, 他一样可以拿到足够资金回来还钱, 但现在出现恒大出现了两个再新的问题, 令香港金融机构非常敏感, 第一个就是恒大有一个名股实债, 就是恒大很喜欢原来在中国大陆尤其是, 在香港也可能有,就是它利用会计制度, 利用现在法律法规的一个空规, 它将一个楼盘, 将楼盘权益卖给投资者, 投资者其实不是实际买, 是纯粹借钱给恒大做楼盘, 给楼盘值200亿的估值, 可能它用100亿卖了50%股权给投资者, 并且跟投资者签一个有期回购协议, 即是两年后当楼盘落成时, 恒大要用120亿买回它, 给20亿利息或投资价值, 这投资者变相是借钱行为, 这是名股实债, 这是债务,就是恒大将这个项目的权益买出来时, 实际上它要在一段有限时将权益买回来, 这些个人私人公司和私人公司合约, 正正在一个会计制度上不能完全反映出来, 这令监管机构或甚至香港的金融机构害怕, 原因是恒大除了在会计帐目看到那几千亿美元外债之外, 可能还有很多项目权益, 其实它完全无反映它究竟卖楼后有多少权益回到它袋, 有多少权益连债项和利息要还给人, 这一个是第二个,除了高债项之外是名股实权, 食名股实债是第二个银行很担心, 或是投资公司很担心, 第三个很担心的就是恒大或其实不止恒大, 中国大陆很多发展商利用尤其是下游一些公司, 譬如它的判头、承建商的一些票据借钱, 这很危险,很简单, 恒大要请A公司帮它起这个住宅盘, 它要不断每个月付钱根据进度付钱A公司, A公司利用进度款项继续起楼, 但恒大决定是我不付钱你, 我反而给你一个粮单, 我现在批了一个粮款给你A公司, 要是粮款价值是多少钱, 接着恒大因为利用它跟A公司, 跟银行之间的一些协议和关係, 就由A公司利用这张恒大票据去银行借钱, 就形成了流动资金给A公司, 变相不在恒大名字之下借了一笔流动资金, 即是说恒大的楼盘究竟卖完之后, 有多少钱归回恒大, 这是未知之数, 即是说结果如果恒大捱不住, 第一个死就先在这些公司, 即是银行最不信这些公司, 因为由它名字借, 但用恒大票据借, 现在很明显银行知道, 即是用恒大的下游企业利用错名, 即是不用自己名称去举债, 隐藏在恒大账目上的债行, 这两种债,即是说明股实债和错名的债行, 令到一些包括银行很担心, 就是恒大究竟有无能力起到, 及付钱给发展商,令发展商愿意交楼, 如果恒大付不到,结果发展商不交楼, 而银行又肯按了, 结果银行可能会形成一个无抵押的贷款, 对银行对消业主来说很大件事, 银行不用第一时间将贷款收回, 取消个call loan,原因是因为无抵押, 但对消业主来说肯定是一个大事, 所以银行现在仲有风险管理, 除了银行之外,上星期也传出来, 大型证券行都开始不准做恒大系工股票的一些 骂展工作,即是说你恒大买股票炒, 它不再跟你借骂展给你, 因为恒大的上落太大大, 你可以赢得多叫股票行输, 你输得多股票行可能收不回债行, 对股票行来说亦是风险管理, 所以恒大除了出现借贷, 即是楼花按揭出现问题外, 还出现现在连孖展都出问题, 香港金融管理局开始召银行运话, 就是说为何你不借呢? 可能背后我们讲的就是这样运话, 实际上可能不是, 它给了发展商,发展商现在愿意交楼, 下个月如期交楼,你不会有风险, 你不会出现,你的单位借出案件, 就无了单位的砖头做一个担保, 所以你放心借, 可能因为这样,所以银行现在调查着, 你也在看,可能我相信短时间内, 银行慢慢继续会放宽恒大的按揭, 但你怎样看到,恒大现在的资金流很弱, 如果恒大资金流强, 它不需要这样求金管局或银行, 它只要我自己作为发展商, 我即刻开一间财务公司, 我买一个财务牌,我即刻自己做按揭, 有很多发展商在做,新世界在做华谋都在做, 就是自己发展商借钱,借投案, 借85%融资让资业主愿意高价买一套楼, 恒大一样可以这样,但恒大没这样做, 恒大现在资金流根本不足以令恒大几个亿都可能捱不住, 这是危机,可能大家不知现在大楼市的状况, 第一防住不炒曾经打击过深圳, 深圳有19个厅级以上高官, 因为不积极执行防住不炒而被解雇或下缸, 包括深圳市市长, 跟着由广东省高层调入深圳救亡, 整件事其实整个国内的楼市气氛有很大冲击, 现在在香港人眼中看珠江三角洲, 即是大湾区楼市很蓬勃,买卖很交流很蓬勃, 其实实际不是这样,大陆人已不敢再乱炒, 现在来着自己大陆的楼房, 他们可能不是买卖,买卖只要集中在一线城市, 在二三线城市在大湾区或上海以外, 其实基本上已很死值, 已需要减价打折去买楼, 大家知大陆买楼一向要付一半钱, 即是付一半钱后才做按揭, 现在大陆很多二三四线城市不是付一半钱, 是可能付一个很少的钱, 可能十万八万让你立即拥有楼而自己上汇, 其实可以看到大陆各个发展商, 或者现在说在上年十月走的三条红线, 针对发展商一些资金安全或发展商财务安全, 大陆做了三条红线的财务政策, 现在三条红线即是三个财务指标都不达标, 都是超越的, 即是完全不合格的发展商有二十一间, 可能还会多,即是现在大陆的楼市其实危险, 而另一方面看回, 虽然在珠金三个州觉得交通仍然蓬勃, 或者香港楼市未有问题, 仍然可能站在高位置, 但其实大家在这方面要小心点, 而对恆大来说的影响是现在恆大, 恆大不是全部楼盘都在一线城市, 在二三四线城市楼盘很多, 而且在一线城市恆大楼盘通常都是偏远点的位置, 不在市中心最漂亮的位置, 即是说恆大楼盘价值可能估值向下调整多过向上, 而且恆大要打折楼,即是说现在恆大的高负债, 即是高外债,尤其是高外币债行, 究竟足不足以由它现在发展项目回头的资金, 即是能够卖出项目的资金去盖住, 这是问号,第二刚才这样讲, 就是名权实债,即是说它将项目原来暗底, 用私人协议形式借贷形式买给人, 结果钱回来都不是回来还债, 是要回来还给投资者, 这是一定问题,第三是它利用下游投资者借钱, 结果就是钱回来要给下游投资者, 下游投资者的银行, 结果可能恆大在债务围有风险越来越高, 最终会导致它未必倒闭, 就是恆大可能要卖仔, 譬如恆大一些比较稳定赚钱的, 例如它物业管理,虽然它不是暴利, 但它很稳定,它拿着所有它起的单位, 都是公契上由它作为物业管理, 都是长期持住一个稳定收入, 以及可以好好管理支出, 虽然它赚钱的幅度不是很多, 但这也是一个资产, 可能恆大逐渐逐渐要变卖资产, 令自己在财务上表现可以达标。